再来关心国内政治 年底的七合一选战逐渐白热化 候选人把握周末来跑摊败票 而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连胜文 他今天一早到老人安养中心 来抢攻引法组选票 并且提出了老人安养政策 而当然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那连胜文他准备送什么给爱妻蔡衣衫呢 他坦言说为了拼选举 他已经忙到都忘了这件事 紧握没双手 不忘90度鞠躬 连胜文来到安养中心 要和爷爷奶奶们拉票 抢攻引法组选票 高铁前董事长欧静德全程陪同 连胜文也把握在长辈面前 端出牛肉 提出老人安养的具体政策 那么未来我们希望 能够透过一些公有的防色 把它释放出来 我们把它改建成 像类似这样的老人安养中心 或是日照中心 这样子的一个用途 提出老人安养政策 抢攻引法组选票 对新北市长朱立伦提出的 企业不加薪就加税的想法 连胜文乐观其成 选战进入白热化 一份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连胜文小叔台大医师柯文哲 三个百分点 会不会担心连胜文没在怕 我觉得做一个候选人 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在操作民调 而是应该要积极的争取 更多民众认同 而且必须要提出来 确实可信 我一直选你 你要怕他不招 爷爷奶奶热情握手 希望连胜文下次带 娇妻蔡一起来 参加母亲节活动 准备送什么给蔡衣山 连胜文到事还没想好 送什么礼物给蔡衣山 我今天 哇糟糕 你提醒我了 因为这两天太忙 还没想到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这个 如果每个活动要去 我们一天要48小时才够 大探时间不够用 第一次投入选举 就算是在蓝大于绿的台北市 还是不敢大意 频频弯腰鞠躬 要用柔软的身段 为试图创造更大的空间 UDN TV陈铭 陈铭硕台北报道